Hello,大家好,我是Winnie 消失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最近洛杉矶的持续高温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觉得我每一天都是在和这个温度抗衡 那今天呢是高温天气的最后一天 我决定呢给自己放一个假去迎接美好的秋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剪完短发实在是太帅了 彩虹姐姐今天要来剪短一点 做个新发型 因为下午要带她和她的好朋友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这个游乐场还挺神奇的 前面看似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书店 打开一扇暗门之后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惊喜 当然你要随着工作人员说出口令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秘的海底世界哦 不得不说老外还真是挺会玩的 没想到打开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 有一个非常能说会到的女巫 还有很多很会说唱的工作人员 一下子就把我从外面的炎热世界隔离到又冰又凉爽的海底世界 这个夏天消暑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在泳池里泡着了 小彩虹终于开始进入一点点正轨 跟她的教练合作愉快 非常非常期待你能够在水里面游得像一条美人鱼一样 解开束缚 自由自在地跳进舒缚的水里吧 小晴天弟弟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我很高兴他和教练之间建立了很深的信任 一般情况下他都不想下水 但是和教练却玩得很开心 这个夏天孩子们学到了很多也蜕变了很多 从他们最近上学的表现我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酷暑炎热 但是做正确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难的事 美丽的金秋 我也准备以最好的姿态迎接你啦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